中国大陆在周二发射火箭搭载卫星 从台湾的上空飞过 全台湾都收到了国家级警报 国防部强调 是因为火箭飞行轨迹 偏离了原本预测路径 从台南台东的上方飞越 才会因此发布警报示警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在英文用词的部分物质为飞弹 再加上大选将近 引发了全台骚动 对此国防部再度澄清 绝对没有政治势力的干扰 一切都是国安考量 只是中国预计在明天 又将有两次卫星发射任务 到底要不要发警报 专家也呼吁要尽快的落实 警报发布的标准 免得又扰动民心 中国长哲二号柄运载火箭 搭载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9号下午3点03分发射升空 却让全台国家级警报大响 大选在即十几点敏感 警报连发也遭质疑政治势力 是否干预国防专业 绝无受到政治干扰 并没有所谓的戒选的一个问题 警报讯息的英文用语 目前也已经由相关单位 全面的做检讨修正 国防部再上火械澄清 绝无戒选情势 英文用语物质为飞弹 也已经全面检讨 军方也释出轨迹图 强调火箭从四川西长发射后 刑击中国贵阳和成州后 接着就偏离原本美国预测的路线 从台南进入本岛上空 再从台东离开 因此才会发布警报 警报大作引发全台骚动 不过军事专家也分析 当时火箭飞行高度高于大气层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只是中国火箭卫星发射频繁 11号又再有两次发射任务 我国防空警报市警标准 也再度受到高度关注 它都是提前公布 透过这一次的事情来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解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而不是借由这个状况来进行认知作战 好像就是说 大陆时时刻刻好像都有 某我的企图 专家呼吁完善落实SOP 国防部也强调 将会依照对我国威胁程度 做适当处置 对安动作频频 国家警警报如何达到最佳效果 让大众提高警觉 也别劳动迷心 也再在考验我方应对能力 界台北综合报道